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詹教練他要繼續為我們探討一些行政權裡面的一些進法、招法的這些內涵 那這一次可能帶來一個對大家來講又是一個蠻震撼的想法 就是啊,其實以我們的角度來看 中式的武術 他通常是為了兵器而做準備的 例如說像我們行政權的專權來講好了 行政權的進道啊,他是上下的 他並不是只是把身體往上拉起來丟出去 例如說,請看這個動作 各位有看到,我是身體往下沉 手往上頂 不一定是打拳啊,這個也是專權 這個也是,這個都是專權 身體往下 手往上 這個動作 那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其實 主要原因是你把它延伸到器械來 你不可能拿著一個重的東西 然後 往上舉起來之後身體又站起來 然後回再看這樣子 其實是一件很沒有效率 而且 相對不穩定 例如說,像我拿這個 比較長的長槳刀 各位請看喔 我在做這個,以鑽鏡來講的話 我會做 這類的動作 那如果我拉起來,其實我很容易被帶回去 這這蠻重的 這蠻重的 所以說 剛才這兩組動作 其實大家去對比一下 我如果把身體拉起來 然後就把手拉起來 你的重心會被拔起來 拔起來 那實際上你在 在野外 做器械運用的時候 在那種不平整的地面 你自己本身是很容易滑倒 或者是甚至你坎坯的時候 你借不到 全身的重量 那你的力量會少非常非常多 那這就是 以我們來講 全線合一 一個比較 基本而明顯的呈現 大致上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好,沒問題我們繼續錄 我等一下再問一下 剛才詹教練所講的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因為畢竟很多鏡頭前的同學 手裡面沒有拿過真正的器械 甚至比較重一點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查詢一個 歷史的這個事件 在15世紀的時候 有個阿金庫爾戰役 這是在英國跟法國的一個對抗 當時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 英國的重裝騎士 他們在泥泞濕滑的草地 下過雨之後的草地上面 他們自己滑倒半倒 然後被彼此的同伴壓到窒息而死 所以其實在過去的年代裡面 這種重的巨大的兵器 甚至我們講說 就算日本刀算是比較輕巧 對 它也有一公斤到1.2公斤 有阿,像這樣穿鎧甲再上去 再加上全身的摔甲 對啊 所以其實在整個身體的動態上 許多傳統的身體動態 它是必須要你下盤為什麼要穩定 然後怎麼樣利用下盤的穩定 建造一個足夠的 良好的發力角度 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多同學 你要去重新思考 其實傳統的套路裡面 很多其實它是為了什麼 為了幫你變成一個好的武器使用者 是 而不是說來我們變成徒手國籍的大師 這是跟 針對性比較不一樣 這是完全不同的 針對性 這邊我們再來用另外一個例子 剛剛跟詹教練我們也在討論說 我們怎麼呈現這件事情 我們用比較有趣的方式 讓大家看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簡單的論點 過去本在傳統武術的世界裡面 它其實是為了兵刃 對 而不是說我們就是為了訓練徒手國籍的戰士 來得分的 來給裁判看的 所以它在所有的動作設計上 它有它先天的一些狀態 對 有些東西需要迴避 有些東西需要加強 對 那你看 像我們現在用這個安全刀劍 是陳鋒刀劍他們所製作的 他們其實是模擬真實的兵器的重量 所以其實這一把也有1.3公斤左右的重量 所以下去 是蠻重的 是蠻沉的一個量 所以好 我們現在假裝要不要跟它真的打 好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 有可能它殺到我了 有可能死掉了 但是也有可能 它捅進來的瞬間 我拉到了 它也扯到了 好你想想看 在真正的這個狀況下 難道我們會來 來 我想應該 你可以想像 這是非常奇怪 對對對 不合理 那最可能的狀況是 我們兩個在這種兵械的這種對抗之中 可能攪到一起 對 可能自己拉扯 對 所以有一種可能是我舉例來講 好了 呃 來大家看一下 這個瞬間 我們可能太快了 好 放開 放開 這樣子 哇 到這個點上 到這個點上 就結束了嗎 抽刀繼續投 哇 抽一把小刀再過來 對 這個是真正傳統武術它建構的年代 嗯 而不是我們想像說 來來來來分開分開 來重新來 不可以 他被著地的人就要分開 不會有什麼事情 其實不大一樣 所以 這也是我想跟大家強調一點 其實你可以看 近代的格鬥運動 它的發展本身在某種程度上 都反映了這個事實 是 舉例來講 近代柔道 它的傾記的部分非常少 很快就就會被分開了 然後 為什麼 因為在日本人的思考裡面 你被著地的 在戰國時代 你基本上是死人 所以 還是保留著武道的思想 可是為什麼 格雷西柔主 它那麼強調地板記 因為在巴西那種混亂的環境裡面 兩個人的扭打 很長八年 所以那是人家的背景環境 環境不一樣 時代不一樣 那你沒有去考慮那個背景環境或什麼 你單純的用一個東西去批判 這是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 作為一個現代人的好處是 你有那麼多知識跟 接觸資訊的機會 對 你要把它轉換成為你自己的思考 你接觸了一大堆的知識跟資訊 結果只是拿來亂扯的話 呵呵呵 好 所以今天 詹教練他在跟我們講的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 能夠理解 呃 我們現在練了很多傳統武術的套路 他本身背後 不管是招 進 還是時機的使用 其實是來自於 兵器 大部分 大部分 我們不否認有一些 真的是練習手 徒手的動作 但是很大一部分 是以兵器 為主 對 好 那希望大家能夠 學到一些 的 明星期中 一會兒 他們就想 overlap 一會兒 那 一會兒 有